大家好,我是宋志榮建築師 主要工作就是依照業主的需求及市場的趨勢 來做一個建築上面的開發跟設計的規劃 業主他可能會提供一塊基地給我 我必須依照他家庭成員個人的習性 去規劃他的房間的格局 設計出我和業主家庭需求的建築物 必須融合了美學、資災跟景觀 還有一些業主他可能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 把他融入進去 我對於那種建築物跟空間跟一些線條的搭配 其實我是很感興趣 就是我會去思考說為什麼這個建築物會這樣子組構起來 裝潢的時候為什麼這個面材要這麼貼 這個面材的下面的基材為什麼要這麼做 沒有辦法做裝潢 所以我們會去了解說要怎麼做才會去穩固 後來因為讀了研教班、讀了高中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對於我不愛讀書的小朋友來說 或許我接觸這個比較專業的、比較有技術性的東西 或許我會比較有興趣繼續往上走 慢慢的我就是發現我在這一點上面 是比其他東西來很突出 那持續的發展下去 後來就慢慢就朝這個方向去下去發展 目前教育體系的話 就是室內設計、室內裝修、木工、木工家具、建築科、土木科 測量科也可以 其實這就是相關的 那建築其實他是造在他們上面全部通盤去整合的一個職業 當他們住進自己的房子的時候 他說這個是我的房間 這是我們的客廳 這是我們一起用餐的餐廳 然後有一個小吧檯 那種氛圍 除了他們需求之外 還讓他們一個憧憬跟一個期望 可以完成完完全全的在他們面前 那就是我們教大家的經驗 就是你就看了像自己的小孩子 從慢慢的從小把它搭拔到大那種感覺 那是很棒的感覺 其實我們做土地開發、繁衆、針對工程的法專 這都是我們可以進展的 那我也找以前合作的伙伴一起接工程來做 建築工程來做這樣子 面對建築應該要進進一夜一夜 踏踏實實地執行 融入人文、科技、藝術、結構 建築才能永續地經營及成長